您好医生 就是新冠疫情下 人们容易出现情绪低落 然后会容易产生抑郁心理 那如何我们从这个悲观的情绪当中走出来 的确是这样的 在这一次新冠疫情中 有很多人出现一些情绪低落 还有悲观失望的一些抑郁情绪 甚至有些人出现一些很消极的想法 那如何早就从这些想法中能够解放出来呢 我下面介绍一种来自美国的胜利学大师 海耶斯的ACT疗法 ACT疗法融合了中国的一些道教和佛教的理念 所以很适合中国的文化 它核心的内容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方面呢是接触当下 意思就是有意识地与此时此刻的一切 一切发生连接和投入 人们会发现我们的思想总是在变换中 有时候会沉迷过去 有时候会幻想未来 但是很多人都忽视了当下 那在这种抑郁情绪中 我们要注意有意识地对此时此刻的经历保持注意 而不是被自己的念头牵着到处走 第二个呢就是解离 解离的意思就是要学会退一步 与自己的各种念头 想象和记忆保持距离 与其被抑郁的情绪和念头牵着鼻子走 不如把它当成门外的滚滚车流 让他们来去自由 第三个是接纳 意思是以开放的态度 为各种痛苦和抑郁情绪腾出空间 我们不要去与他们斗争 给他们一些喘息的空间 接纳他们本来的面目 这样子我们的抑郁情绪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安置 第四是全员的观察 我们的思维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是思考的自我 一个是观察的自我 思考的自我 是我们一直在想着各种念头 信念 记忆和评判 而观察性自我呢 是指无论我们想到什么 做了什么 感受到什么 观察性自我都能够 在任何时候能够认识到 第五个是价值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的生活 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在疫情当下 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在疫情之后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这些想要的生活 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所以说我们可以不要局限在现在 而可以在更广阔的背景下 考虑什么是最有价值的 有了价值感才会有希望 第六是承诺行动 在价值的资议下 采取有效的行动 明白的价值所在 就要采取与价值 相应制的持续行动 这样生活才会变得丰富 充实 有意义 在疫情之下 很多人在家里面 居家 少外出 这时候就可以从事一些 对自己来说 是有价值的事情 比如说充电 比如说好好的休息 为了来日更好的战斗 如果你是在翻餐医院内部 那你的价值 最有价值的事情 就是要积极配合 治疗与观察 争取早日出院 以上六个部分 是我们一个统一的整体 它提现了心理治疗的 一个灵活性 也赋予了抑郁情绪的人的生命力 有利于早日从抑郁情绪 得到解放